深毒一分钟,你的健康深毒管 肾长什么样呢? 肾的外形像残豆,切开看,主要有三类结构 一类是处理器,负责过滤垃圾产生尿液,这就是肾小体 一类是管道,负责运输尿液,有些还自带分解功能 这就是肾小管,集合管,乳头管,肾斩等等了 还有一类是储存器,负责集中尿液,这就是肾鱼 当尿液在肾小体产生后,顺着肾小管流入及格管,流入乳头管,再流入肾斩 就这样不停地汇集再汇集,一路奔腾到肾鱼,暂时集中起来 稍作停留后,就会随着输尿管离开肾脏 每时被我们吃进肚子后,除了营养外,还会产生草酸盐、尿酸盐这类垃圾 如果肾脏时,肾脏把它们流进尿里 正常情况下,这些家伙就跟着尿滚出人体了 伤独是个宝,常看身体好